那也來看到高手在民間 最近網路上面瘋傳一張照片 彰化高鐵一間連鎖速食店內的黑板 出現了一張用粉筆畫出來的QR Code 吸引路過的網友好奇實測 沒想到還真的能夠跳出網頁 也讓不少人看了嘖嘖稱奇 手機相機對焦QR碼 立刻掃出速食店的訂餐APP資訊 這是一般大家最常見的QR Code 但長這樣的你肯定沒看過 告示用的黑板立牌上除了畫上兩個漢堡 最吸睛的就是中間這個大大的QR庫碼 不是硬的也不是貼的 而是確確實實用粉筆畫出來的 哇 真的可以耶 實際用手機一掃還真的能夠跳出網頁 有民眾嚇到拍下畫面PO上網 直呼這簡直是神人等級 網友看了也驚呼太厲害太強大 首顆QR大神必須加薪 被漢堡店耽誤的名畫家 高手在民間的感覺 要蠻細膩的吧 這個一個一個 很厲害很厲害 手繪QR Code就是出自她的神之手 31歲的巫小姐在速食店工作三個月 本身就愛畫畫 兩個禮拜前突發起想 嘗試用粉筆在黑板上繪製QR Code 一掃就通 吸路過和來電消費的民眾 嘖嘖稱奇 巫小姐也會配合節日畫出像是母親節 以及端午節等等的宣傳看板 這回首繪QR Code在網路掀起話題 也意外成為速食店最好的行銷 謝謝大家 那麼真話這麼多